內地綜藝節目《乘風破浪的姐姐》 第二季正在熱播 當中更有不少備受爭議的女生 而張興宇就是其中一個 她當年跟吳卓熙的一段情 去到現在都為人津津樂道 話題十足的她 更加多次被揭黑歷史 首先身材出眾的她 早年曾經做過足球寶貝 憑著大膽的作風成功引起關注 她曾經因為全球上陣拍廣告 而令她爆紅 但是之後她過往的私生活被揭 所以掀起熱意 還有報道指 她未成名之前 是杭州夜店金碧輝煌的陪酒小姐 另外當年吳卓熙的微博 突然出現一張張興宇的藏照 事後張興宇就解釋 是自己不小心入錯帳戶 但是外界就認為 她是想藉著這樣宣示主權 但是之後她就被爆出不少親密照 上一面的她 跟一個男子全裸相擁 之後在2018年8月 張興宇就在微博曬出結婚證 宣佈跟軍官男朋友何節結婚 她更加成為第一位成功嫁給軍人的內地女性 還被封為最美軍嫂 不安 沒有